在快篩9家投標廠商中 立委指出其中一家 因斯瑞 之前是做遊戲業的 而且倒閉前有多起的勞資糾紛 質疑 因斯瑞是高登的翻版 希望衛福部 好好的審查 請問部長這部分有掌握 有符合規定嗎 另外還有紅朗生物國民黨之一 資本額 330萬 有辦法負擔400萬劑的標案嗎 謝謝 這個整體的標案 我想就是 還是用他一個履約的時候 如果不能履約 那就一定的處分 那而且也不是一個固定量的一個招標 所以在講這 他的廠商資格過往怎麼樣 那最後都在他能不能交貨上面會表現出來 我們只要在最後一關有做好把關 那就可以了 這份改變出來 廠商哦 就可以了 這份改變成了 有這樣的改變 有的詞 亂詞 該請 我看 在這份改變 有的 這邊 會